臺灣振奮 今天又是一個讓臺灣振奮的消息 就是我們太空中心團隊的努力之下 我們的服務7號即將運送到美國發射 福爾摩沙衛星要再一次登上太空 即將上太空的服務7號 將會兼顧其氣象觀測的責任 超越地形或天候的限制 讓我們掌握到更精準的氣象資料 尤其是因應臺灣的需求 服務7號會特別加強對東京緯度地區的觀測效果 未來我們對颱風路徑的預測 以及梅雨 豪雨 豪大雨的 劇烈氣候預報的準確度 都會大樓提升 可以有效守護臺灣的環境安全 服務7號也是擴展臺灣科技外交的一層飛 衛星的星系研發是來自臺美兩國有史以來 最大型的科學研究合作計畫 往後取得觀測資料 將可以分享給其他國家獲獻全人類的福祉 我們要繼續精進太空自主研發技術 更要走在時代的尖端 把握太空產業鏈的效能 這次服務7號的系統設計 地面操控規劃和資料處理 都是在臺灣完成的 這也是發展太空經濟效益的關鍵一環 明天服務7號9號出發運往美國 預定在6月22號發射升空 我們預祝服務7號的6枚衛星順利升空 臺灣人的太空夢 臺灣的太空科技實力 也一定會在國際舞台上大放異產 我們大家繼續一起加油 繼續懷抱著遠大的目標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